我們今天談這個股市揚升拼經濟 那首先本席可能要先就 我們這個一般民眾的一個反應意見 也是期許來跟您來請教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金管會的職責呢 應該不是只有推升股市 希望也能夠保護一些散戶投資人 當然 不要受到大戶上市公司的坑殺 那股市有漲有跌 所以大家期許金管會是不是可以 不要一昧的談股市樂觀 股市指數將破萬點 也要對於股市可能下跌提早預警 那當然這個是一般大多數 這些股民的反應 當然本席也想到說 那我總不能讓金管會的主委 跟大家說 哇股市要跌了 那這個會造成恐慌 那但是他們又認為說 您只有一昧的講好 不好受好像也沒有特別預警 那這一點您看怎麼辦 非常謝謝許委員的意見 基本上我在談股市的時候會談說 比如說總體經濟面不錯 3.78 那上市三櫃基本上相當亮麗 另外資金充沛 另外我一定會外加一點就是 投資任何金融產品都有它的風險 尤其外資也怕美國升息之後撤回亞洲 所以這個也是不確定因素 所以我會講它的優勢還有不確定因素都會一併提出來 所以好OK但是您常常有這個樂觀的部分您也比較強調嘛 是不是當你沒有特別強調樂觀的時候我們股民我們有個共識 你也不用造成股市股民的恐慌 但是您沒有談特別樂觀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就應該跟他們有個共識 那可能這個股市也有預警的可能要這個下跌 跟委員報告其實我現在越來對股市的談話 其實我真的是越來越謹慎越小心 那不表示說這個整個樂觀或者是悲觀 只是說就委主管機關的一個首長 對股市的談話要比較審慎 但是股民還是希望這個金管會這裡 也對他們有一些預警他們可以提早知道 好那再來就是說我們今天講的股市揚升 更重要是後面三個字拼經濟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這個股市如果比較熱絡 就是交易熱絡 但是股市交易熱絡並不代表對於促進實體經濟 是有幫助的 所以要特別的來跟這個主委來討論 就是說那我們對產業面的這個改善 那怎麼樣子能夠有幫助 不是只有股市活絡而已 謝謝委員指教金管會怎麼樣來協助經濟發展 有幾方面的措施 第一個是讓所有上市上位公司 他假設擴展也需要 可以透過資本市場取得他應有的資金 那可以協助他進一步擴展、設廠等等 讓他協助經濟發展 這第一點 第二點金管會推動中小企業專案的換款 去年就增加了4000億 現在總預游已經超過5兆1 第三個金管會也推動了金融庭創意的換款 專案換款 金融庭創意產業 去年就做了765億 另外還有一個資本市場的部分要協助微小型企業取得資金 也去年1月3號推動了創櫃版 那這些微小型企業能夠經過輔導之後 符合標準的話可以籌資1500萬 那我剛剛聽您講 可是我們在國內我們金融業 還有包括特別銀行的績效 好像跟世界各國比起來其實績效並不好 沒有錯跟您報告 即使像去年國內的銀行 特別那個競爭力 沒錯 去年的獲利銀行的獲利是30000億 創歷史新高 創歷史新高 但是就ROE也就是資產報酬率 資產報酬率只有0.8 靜止報酬率只有12% 跟世界上的標準1%跟15% 其實還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跟您報告 我才會提出來說 今年是金融創新的原點 能夠全力協助所有金融業來創新 怎麼協助呢 怎麼輔導 像包括剛剛可能您也有提到 那像我們製造業 然後當然還有證券期貨銀行業 確實這個的創新是很重要的 好像他們都比較沒有開發新的商品 沒有錯 其實金融從1899年 台灣地區第一家銀行設立到現在 已經超過115年 但是我們的金融業的創新能力相對不足 所以幾個方面來做 第一個方面 我們金融會全面全面檢討法令 看看我們的法令有哪些妨礙創新 全面在做檢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金融業本身也要去做 朝這兩個方面 來希望推動今年金融業 強力來提高創新的能力 對啊 多輔導 我們期望 總是新的一個 您這個一個新的作為 我們能夠有新的希望 那第三點本期想請教您 就是說去年我們金管會宣布 有意來台上市的F股當中 是否有入資成分將進行實質嚴格的審查 那這個措施似乎也比較抑制台商反台上市的意願 那在我們兩岸未搭建完成金融監督監理平台之前呢 對於可能含有入資的台商回台上市的管道 是否還有開放的做法 因為這個好像您這個去年宣布之後 也造成我們台灣證券商滿大的恐慌 跟委員報告假設是存台商 存台商要回來上市沒問題 我們非常歡迎 這個政策是主要是 對 您講存台商 但是就本席了解 我們的台商啊 當台商到 如果他到對岸去投資的時候 因為對岸的有一些限制跟規定 也希望他們能夠有 不是只有存台商 可能會有一些這個資金 那這個部分 譬如說像F股 您有對 我們金管會有對 譬如說日資美資或韓資有限制嗎 外資沒限制 對 外資沒限制 然後我們就是只有對入資限制 那入資現在不能超過30% 那因為跟委員報告因為 這個有沒有可能再開放呢 因為現在很多證券業也一直在關注這個議題 這部分可能因為兩岸關係比較敏感 另外也需要國內的大眾的共識 所以這部分比較審慎 所以要看整個共識的情況 對沒錯 才有可能 是是 好 再來本席想請教 就是 目前外資在我國股市持股的市值比重 在民國104年 就這個今年2月呢 達到了37.39% 那對於國內的股市有相當的影響 沒錯 我們知道美國也即將結束QE 歐洲將實施QE 日本中國也可能會實施QE 所以預期將可能因為歐元和人民幣貶值 再加上利率降低使得國際的資金 移往歐洲 中國等地 對於我國股市 可能擔心會有負面的影響 那請問金管會 對於這個歐洲實施QE 對我國股市影響 有沒有什麼樣的因應做法 歐洲實施貨幣快充政策 也就是導致近期內外資持續賄賂的結果 所以都履創新高 最高曾經到1987億美元 那這兩天大概有少數賄出 還有將近1985億美元 所以這個也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跟您報告 進來之後 但是我們怕哪一天 美國升息會有離開的情況 這個是我們重大不確定因素之一 對 那對於這樣的情形 本席主要問的就是說 我們本身有什麼樣的因應做法 因應做為是 即使這外資有兩類 類似這種退休基金的話 它是會長期留在台灣做投資 那這一部分只要我們把這些公司 自己做得好 整個財法更透明 它就比較願意留在台灣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避險基金 那部分它是隨時看哪個地方 匯率啦或者是 有炒作的機會它就離開 其實後面的避險基金 所以這樣表示我們也不能怎麼樣 但是假設前面那個部分 絕大部分都是退休基金 那部分假設就像我們 今天的這個揚聲方案把它做得更好 做得公司治理做好 交易制度跟充分跟世界接軌 他們就比較願意留在台灣 這個就是我們提出的最重要的原因 好的 謝謝 今天就到這 謝謝二位 現在十二點